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豪公开课 有发现了吗 嗯 换西装了 今天要讲的是抄袭杀人事件 当然啦 这两天在我网上最热门的 就是抄袭 这个我们不是谈这个时事本身 但抄袭这件事情 让我想到一个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在历史上有一个 跟抄袭有关的公案 我先说说事情本身 也许你在网络上已经听说过了 他是唐朝的诗人之间的这种公案 据说唐代初年的大诗人宋施问 曾经为了抢夺两句诗呢 杀死了自己的外甥刘希仪 这听起来人伦悲剧惨案啊 是哪两句诗呢 其实蛮有名的 年年岁岁花相似 岁岁年年人不同 不过也好像没有到 特别惊艳的程度 那剧情大概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在网络上查 大家可以查到以下的剧情 我简单的说一遍 大概是怎么样呢 就是 这个刘希仪写了很多诗 感觉都不错 他是一个新锐诗人 而宋志问是一个成年的长辈 然后呢两个人有时候会在家里相聚 有一次呢 刘希仪写成了非常好的诗 还没发表哦 那时候还没贴FB哦 然后宋志问就知道 宋志问看的时候非常喜欢 于是就问这个刘希仪 能不能把这两首诗的著作全转让给他 让宋志问自己来首次发表 刘希仪不愿意 然后两个人可能是因为喝了酒 情绪又有点激动吵了起来 最后宋志问就派人啊用 用土带用土装在那个皮带里面 压在刘希仪身上把他闷死了 说实在来你听到这里 有没有一种义愤填膺的感觉 哇这宋志问名气很大 是那种感觉上像是大诗人的感觉 这个形象很好很清新 怎么干出这么龌龊的事情 这大概就是在网络上大多数的故事说的结果 不过我想带你看一下这件事情 值得思考的地方 这其实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 那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抄袭事件 因为他还不惜杀掉自己的亲人 但是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 首先如果你查维基百科 你会发现一个有点怪怪的事情 多半的人对数字没有感受 但我把它排在一起 你可能就敏锐发现一点问题了 什么问题呢 宋志问的出生年月日啊 大概是656年 西元656年 但是刘希仪是651年 也就是说 对 宋志问比刘希仪年纪还要小 所以刚刚设想出来的那个长辈 欺压晚辈的情境 虽然他们辈分可能是舅舅跟外甥 但年龄并不是 我再告诉你两个更有趣的事情 首先 他们两个这些是不是真的是 是外甥跟舅舅的关系 不一定 不确定 然后宋志问的年纪呢 事实上也不见得是这个年份 因为有很多学者有不同的意见 所以大家讲得非常斩钉截铁的宋志问 抄袭杀人事件 似乎另有真相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故事是怎么样 慢慢形成的 在这个杀人事件结束之后137年 因为我们是用刘希仪的死亡年份来计算的 到了唐朝中晚期之后出现了一本书 这本书叫大唐新语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当时的一种八卦文章吧 好 里面有一段话就说了这个故事 请注意哦 他说了故事的时候讲得很委婉 他讲了刘希仪被杀的这件事情 然后最后一句话是霍云宋志问害迟 也就是说听说可能是宋志问杀了刘希仪 注意这已经是一百多年之后的事情了 在此之间查不到什么资料说明这件事 宋志问可是当时政府的官员 而且还挺有名的 所以他并不是无名小卒 如果他真的杀了人会完全没有消息 没有风声吗 一百多年之后才第一次被写出来 再来 又过了139年之后 旧唐书开始写了 对中国历史有一点知识的朋友们 应该都知道唐书分成新旧两版 旧唐书的特征是资料比较多 但是比较杂 整理的比较不好 因为他是在战乱的五代十国形成的 新唐书是在比较稳定的北宋写的 可是他删的太多了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在研究唐朝的历史的时候 新旧唐书都会拿出来看 在旧唐书里面写的故事是这样子的 说有一个诗人叫刘希怡 他很会写某种体力的诗 然后呢 至行不休为奸人所杀 注意这里没有宋知问的名字 在这个旧唐书中有宋知问的传 但是没有提到 也就是说编写旧唐书的人 并不觉得是宋知问杀了刘希怡 而且他也没有提到两个人是亲戚 好 再来 又过了115年 这时候已经是北宋年间 开始写新唐书了 新唐书的作者根本没有替刘希怡立传 也就是说他根本不重要 而在新唐书当中是有宋知问的传 所以说明啊 这件事情在那个年代或者是 距今比较九元以前的宋代 那个时候的人看来 好像不是那么斩钉截铁的 那怎么会形成今天这种众口硕金 你要知道 我认识的几位网络的知识界的那种牛人 网红 他们都曾经提过这个故事 而且说的有点斩钉截铁的就是 宋知问为了这一首诗杀了自己的外甥 非常的不可不值得不可取 这故事是怎么形成的呢 我先说一下 我们来还原一下这件事情本身 宋知问的年纪呢 其实有三种说法 有人说他是650年出生 有人说他是656年出生 有人说他是660年出生 我告诉你 事实上还有一种说法说 他是670年出生 如果我们采信第三种说法的话 那么宋知问在刘希怡死的时候才18岁 如果我们采信第四种说法的话 那宋知问可能还不到10岁 请问他要怎么指挥家人杀人 这是第一个疑点 古人的年纪啊 其实有时候无法确定 但是呢我们后来的人看这故事 会很容易混淆这些人的那种身份关系 还有其实没有什么证据可以显示 刘希怡是宋知问的外甥 对那这故事是怎么编出来的呢 在那个刚刚不是讲有个大唐新语吗 在那个大唐新语出来之后 又过了五六十年 有一本书叫做刘宾客佳化录 我相信你应该不知道刘宾客是谁 我解释一下 这个刘宾客就是刘雨昕 对就是那个乌衣巷口夕阳霞 旧时王谢唐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 那个刘雨昕 那这本书是刘雨昕的弟子写的 所以呢他是把这个刘雨昕的一些聊天的记载内容写下来 注意里面就写了一个很完整的杀人案的过程 但此时距离那个事件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了 为什么这个时候才忽然出现这么完整的细节 你可以想想看这个道理 编历史故事有一个过程 通常都是越编越完整 越编越合理 情节非常的细节丰富 而且还斩钉截铁 你怎么推敲都很合适 废话因为是编出来了 当然这并不代表我认为宋志愿没有杀刘雨昕 只是你非常明显可以看出 每个历史上的这个故事 其实都是超前面的人的故事 刘雨昕出生于西元七百七十二年 过世于西元八百四十二年 他是唐朝中期到晚期的一些历史的见证者 但是他出生的时候距离刘雨昕被杀死 至少是刘雨昕死亡的时间已经过去将近百年 如果我现在告诉你啊 我对民国初年发生了一件凶杀案 比如说那个宋教人被杀案 我知道非常多的细节 你是觉得我是能穿越时空 还是我找到了特别罕见的历史证据 还是觉得其实是我在这里编出来的 后来的历史书就是这样一遍超一遍 比如说又过了五百年到了元朝时期 这个时候民间的人自己写故事出来讲 已经非常流行了 这时候出了一本书叫唐财子书 这本书当中把新唐书的内容啊 又重抄了一遍 而且写得非常活灵活现 今天网络上大多数的人 在说这个故事的时候 其实引用的都是这个唐财子书的故事 但请你注意他距离那件事情发生 已经过去非常久的时间了 古书就是这样 一段抄一段抄往后抄抄抄 只是因为他时间过得比较久了 所以你就会觉得他好像很可靠 因为这是古书嘛 但是研究历史人 是不能用这种方法来当成证据的 当然啦 我来帮各位捋一下 毕竟我要请各位回去翻翻旧唐书 翻翻新唐书 然后把这些故事全部重看一遍有点困难 我用一点时间帮各位刷一遍 关于宋知问这个人在历史中的身影 我们来看看他在史书中的形象 首先旧唐书写的比较简单 旧唐书是这样写的 说他长得帅少年有才华 受到武则天赏识 很年轻就当了大官 但是没有写几岁 然后呢接下来就开始告诉大家 他跟武则天的男朋友混在一起 就是张昌中张义芝 两大帅哥 以后有机会帮各位讲讲 这两个爵士帅哥的故事 然后他还出卖朋友给武三思 算是投靠了武则天那一档的 于是被当事人看不起 因为那个时候李唐王室的人 是非常不喜欢武家的人 最后也因为他曾经跟武家搞在一起 在武则天的时代结束之后呢 他被后来的皇帝讨厌 最后注意流放死在外地 注意哦 这里完全没有提到 什么杀害侄儿的过程 接下来看第二段 新唐书呢前面写的差不多 但注意哦这里加了个细节 说他曾经帮张昌中张义芝兄弟 端尿符算是当了服务生 在当时的语境里面 这其实就是什么很不堪的行为 就是献媚给公卿的行为 然后又说他多次出卖朋友 又加了一条罪状说他贪污公款 越后面的历史书写得越完整 这说实在挺尴尬 而且注意最后的结局写得更有意思 最后的结局写啊 宋志愿是被皇帝派来使者赐死的 就宣告来喝毒酒吧 然后他死前控哭流涕 要找老婆交代后事很仓皇 不知道该怎么办 还被朋友骂 是个男子汉好不好 你可以想象一下 为什么离那个人的年代 比较近的历史书 没有写这么多细节 反而是后来的历史书 越写细节越丰富 难道后来人反而比 比较靠近那个时代人 能看到更多资料吗 也许有这可能 但是我认为 编的可能性更大一点 今天讲这个故事的用意 除了告诉各位抄袭这个 杀人事件这个典故之外 也想让各位感受一下 历史书到底是怎么写成 它是一遍跟着一遍抄 而且这个故事会越发展越多 再往下看 到唐财子传 他就直接把新唐书的内容 又抄了一遍 最后再盯上一个棺材盯 说啊 这种死法就是害死刘希仪的报应 注意哈 前面的史书可没有写这一句 这是作者自己加上去的 然后你在网路上查 如果你现在有兴趣 你可以随手查查 宋诗问的故事 你就会发现一大堆这种标题的文章 你如果点进去会发现呢 里面把这些故事情节编排的更有意思 又说他有口臭啦 说他会吃一种特别的香料啦 说他想应征当武则天的男朋友啦 看完这些你应该就明白 历史故事是怎么形成的 还有啊 超史书这件事情 在历史上是怎么演变的 欢迎各位朋友呢 订阅我的专栏 我会不断的把我知道的一些历史故事 跟一些想法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能喜欢这个影片 我们下次见 拜拜